报导说是娱乐圈那些 是说旅游的 泰国 你们有没有兴趣 我觉得如果有些人说回来香港又要隔离 其实对于一些退休人士来说 也没什么所谓的 看你会不会想 我先讲讲他最新的旅游资讯 接着我会讲鬼故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表示 原定在2022年夏天开征 入境泰国300泰铢的旅游费 将会延迟实施 最快在今年第四季 或是2023年第一季才会收取 同时将会提议 在7月1日开始取消泰国通行证 亦是代表旅客不需要再购买旅游保险 很害怕 不过自己都会在临出发前买旅游保险 希望能够进一步促进观光 另外旅游费 原本是在今星期内国会议 会议的焦点 但旅游和体育部撤回了这个提案 旅游和体育部长皮柏 泰国名字很难读 表示将会在两个月内重新提交内阁 在皇家公布 公布90天后才会生效 阿皮柏就这样说 他说考虑到另一个重点 包括了陆路的旅客 即是坐车那些 因为这些旅客一般只会在泰国逗留一至两天 收费就会进一步研究 会不会因为低于300个泰铢 就要看情况 因此旅游费最快在第四季才会正式上路 那这个报道 ok 多看下还有什么新闻 关于那个 ok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嗯 看一下先 啊 这个 来 一起看一下 那个规定 好 来 看一下先 中国内地旅游的难度就是三 不用打三剂疫苗 入境西检 还有入境隔离 ok 接着PCR 阴性证明 还有签证的申请 不需要医疗保险 在中国内地 那月三十号起呢 需要准备呢 两份48小线内的PCR阴性报告 建议两次 检测有一定的时间上的差距的 需要完成呢 中国海关出入境 电子健康申报 不接受子本申报 那依目的地的城市不同的 有不同的防御和隔离的规定 在北京那里 需要进行十日的集中隔离 加七日的家居隔离的 而没有固定的住所 又或者要转往其他的省市 是需要进行十四日的集中隔离的 上海方面 是需要进行十四日的隔离 和七日的居家 或者酒店健康监测 如果要转到其他的省市 就需要进行十四日的集中隔离的 下门方面 就是所有的入境旅客 需要接受核酸检测 并且进行十日的集中隔离 加七日的家居健康监测 如果要照往其他的省市 就需要十日的集中隔离 加四日的隔离点 和七日的目的地的健康监测 成都方面就是需要自费 进行十四日的防疫旅馆的集中隔离 和七日的居家隔离 是不能出外的 下一日里面 就是需要完成七次的核酸检测 如果需要转到其他的省市 就要再进行十四日的集中隔离 确认无异的话 没有异常就前往目的地 日本什么都不用了 但就需要PCR陰性证明和签证申请 日本在一日起放宽入境人数上限至2万人 一日之内 并且将入境国家 依风险高低分为红黄蓝三类 来自低风险的国家 是蓝色的旅客 入境的时候 无论是否已经接种了疫苗 都可以免森检和免隔离 但日本仍然需要提交72小时 里面PCR陰性证明 目前全球有98个国家 或者地区被列为南区 香港亦在其中 在10日起重新开放申请观光目的检证 但仅限于由旅游业者担任来日本 保证人的团客 未开放给个人 并无法以免签证的方式入境 另外日本观光厅 未来可能需要到旅客 购买医疗保险 用以支付旅游期间 可能会出现的医疗胎脂 包含了确诊或其他伤病 日本是挺稳定的 所以暂时不会考虑去日本 韩国方面只需要入境篩检 还需要PCR陰性证明 签证的申请 韩国目前尚未开放免签入境 需要事先申请个人观光的签证 大约需要10个工作天 入境时需要出示24小时内 医院抗原快西 RAT或48小时内的PCR陰性证明 以及疫苗接种证明书 并填写检疫资讯预填系统Q-Code 并在3日内 至到人村机场的COVID-19 检查之中心 以及韩国政府指定的医疗机构 需要自费 进行PCR检查 如果是遗阴性 医行程继续旅游 如果是阳性 即于检疫所隔离的7天 需要自费 第7天下午或晚上 解除隔离是不需要再检查 打满了3剂疫苗或接种2剂 嬌生疫苗为1剂 后面打满了14天至180天 可以免家居隔离7天 但限定了疫苗厂的排名 MADANA、莫德纳、AstraZeneca 以及嬌生、国药、科兴等等 可以混打的 不含高端 3日韩国总理韩德珠 宣布8日放宽 未打疫苗的外国人士 可以入境免隔离7天 而泰国 泰国就是3剂疫苗 PCR的阴性证明 还有签证申请 医疗保险 需申请观光签证 和泰国通行政 泰国通行政策 才可以入境 刚才我说了最新的 需要投保 保额至少是1万美元 泰国医疗保险 也有点运动 或者已完整接种疫苗者 持有有效的护照 泰国医疗保险保单 COVID-19的疫苗接种证书 入境就可以免隔离 未完整接种疫苗者 持有有效的护照 泰国医疗保险保单 行前72小时的RT-PCR 或者专业ATK 入境海面隔离 接受由WHO 或者泰国公共卫生部 批准的疫苗厂牌 例如Ordana Ostra Astra Seneca BNT 高端亦可认可之列 可以混打 新加坡 三剂疫苗 PCR的阴性证明 4月26日已完成疫苗接种 而且健康情况良好的短期旅客 不需要申请航空通行证 ATP或入境许可 亦不需要出示 登机前阴性证明 即可入境 入境后 可以出示完整的接种疫苗证明者 可以免森检 免隔离 以及在境内自由活动 但限定疫苗厂牌 例如WHO 列为紧急使用清单者 例如Modana Astra 和Seneca BNT等 可以混打不含告端 马来西亚 三剂疫苗 旅客持有护照 或合法有效的旅游证件 完整接种疫苗证明 入境奉行免检检查 免检检查 以及免隔离 未完整接种疫苗者 需要提供 出发前2天之内 RTPCR 的检测 又或者专业管控之 RTK AG 因性的证明 入境之后的24小时以 handy 在专业人员êteвет 部下 监督之下進行RTK-AG檢測 這項檢測可以在私人診所或以虛擬線上方式進行 如果當地檢測隔離第四天可以在專業人員監測之下進行RTK-AG檢測 如果呈現陰性反應就可以免隔離 馬來西亞認可的疫苗藥廠WHO同意的緊急授權之Modana、Deastra、Synica 還有PNT等都包含馬來西亞衛生部公告認可的疫苗 如高端需要準備每日的費用約100美元或等值貨幣財力證明已被抽查 如果因確診無法在停留期間離境的話 憑乘搭機前夕RTK檢測陽性證明 以及合理康復期後的RTK檢測陰性證明 出境時可以免除預期停留罰款 這裏不知是甚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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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會分享一些比較熱門的 那好吧 我現在說鬼故 嘩 真的 說說這件事 另一件事 好 既然更新的泰國入境 那我現在說說一些關於泰國的靈異事件 或者一些命案 話說在泰國布吉發生了一宗詭異的命案 有一位俄國的35歲旅遊客 那位旅遊客在酒店八樓堕下 這件事件在最近才發生 她當場死亡 而陳思的地點旁邊是當地知名的紅燈區 警方表示 她被發現的時候 面部是向潮下面的地下 手握著頭髮 看起來二點重重 因此她們不排除 謀殺的可能性 當這個《太陽報》報道 這個案件發生於今年的5月31日 這位旅遊客和三名朋友 就在布吉巴東區的飯店 一個酒店在聊天喝酒 墮樓後頭部重瘡 腿部骨折 立即沒有生命的跡象 警方抵達時 四人同住一間房間 搜出大量大麻 空瓶 喝酒的空瓶 裂酒杯 還有煙灰缸 香煙 已經擦去包裝保險 即是condom 等等的物品 但沒有發現入侵的痕跡 她們把可疑的頭髮送去實驗室 接受DNA的鑑定 死者驗屍的報告 就尚未公佈 隨後 警方依毒品 罪名拘捕了三名朋友 分別是一位38歲的男子 在美國籍 叫做Jama Smith 一個35歲的俄國女子 Natalie Kosankova 以及28歲的一名約誕的男子 其中這位約誕的男子 阿拉圖姆 在機場落網 疑似她的使徒出境 即是著草 警官表示 我們認為這名女子 可能在欣賞窗外風景的時候 在陽台下跌下來 但可能亦是爭執造成的謀殺 另一名警官說 警方正是非常努力地找出 這名俄羅斯遊客死亡的真相 請給我的警方一些時間 OK 讓我看看 有沒有一些相片給大家看看 哇 這樣 這個就是那間酒店 大家看看 那間酒店 這個就是被拘捕的 應該這個就是俄羅斯的女子 這個就是美國一起玩的 這個就是在布吉發生的 布吉夜晚都是這樣 夜生活 放在冰桶上 陽光海灘 布吉就是這些 其實我不太喜歡曬太陽 對 就是說這宗案 其實這宗案有沒有可疑呢 我認為是有可疑的 因爲他們臨死的時候拿著一張頭髮 但是你知道 經過Temmo的女明星 最近那宗案 就算警察說的話 你也未必相信 對吧 我們現在又去另一宗案 就是他們覺得很不尋常 為何無端端拿著一張頭髮 為何無端端拿著一張頭髮 無端端墮樓 如果他墮樓的時候 為何會拿著一張頭髮 會不會有天被人推了下去 即是掙扎的時候 死都拿著他的頭髮 OK 好 我們又看看另一宗的靈異事件 OK 大家都知道 去泰國 最好不要自己一個人去 找朋友跟你一起去 事件的發生就是 一個人就找朋友跟他一起去猶太國 兩個人就預訂了一個有觀景的房間 去到酒店的時候 當時就被人告訴他 房間已經滿了 酒店就直接安排他們 入住一間最尾的房間 誰知道 這個當事人就非常不滿 心在那裡抹擦 但因為人生路不熟 所以多事不如少一事 就打算不追究 去到尾房間就是安全通道的旁邊 即是Exit位 即是有對門頭心門 經過的時候 可以看到安全通道 閃了一閃的綠光 然後打開了房門 酒店的房間 就是一個東南亞風格的設計 由於陽台 即有個小露台 被對面一面牆遮蓋了 基本上陽光全部都進不到房間 所以房間一點點的陽光都沒有 是很黑暗的 令到房間的氣氛非常有壓迫感 這個當事人入到他房間 覺得全身都不舒服 不自在 進去之後 他開始收拾行李 然後開了手機的震機模式 但為何想把剛才教了震機的手機 拿出來的時候 手機不見了 玩了很久 都不見到手機去哪裏 會不會剛才走下來 酒店的時候跌了 於是這個人 她的丈夫用手機 即陪她在一起的另一位 就是她丈夫 另一個打給她 不見了一部電話 誰知道 找不到 沒想到 那個手機 竟然接通了 然後對方 在她的電話 她的先生就不停在那裏 但她的電話接通了 但竟然對方一句話都不說 哇 通話之後 證實了 她維持了七秒 接通了電話 即是她有拿起的 但不出聲 七秒 兩個人以為手機 可能會不會留在剛才的 check-in 於是就跑到剛才酒店的 check-in 詢問服務員 reception reception的回覆 就是說 我們沒有收拾到任何手機 最後兩個人回到房間 進入門口 看到手機已經在床上 這個人和她的丈夫 大家互相對望一下 看到手機 黑色屏幕 剛剛兩個人 正好找了很久 發現了在床上 剛才也找過床 為何剛才沒有看到手機在床上 而且剛才在房間 明明打過電話 如果電話一直在房間 為何又不會聽到 在房間的電話聲音 而且亦接通了 為何這麼靈異 她的電話拿起了 即是不出聲了七秒 嘩 這樣 這麼匪夷所思的事 她們又覺得很奇怪 根本去完這一旅行 都沒有辦法解釋 她最後回到自己的國家的時候 就覺得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力量 可能房間有人有一雙眼 甚至乎不是一雙眼 有一班人在房間監視著她們 好了再說另一個鬼故 就是你們有沒有看外匯家 知不知道誰叫群姐 群姐曾經分享過一些靈異故事 她說這件事件她印象非常深 大約在她七歲那年 她從九龍搬到新界 就跟阿姨一起住 她媽媽搬到一張鐵床回來給她睡 自己沒理由叫那麼多就照睡 即是她不理那麼多就照睡 連續好幾晚 她總是覺得有人壓著她 只要去到月光照到的地方 總有一陣陣陣陣風吹過來 嘩 她整個人都不能動 很害怕 怕得要用皮蓋著頭 她連看也不夠打望 但她就說了 不要搞我了 你不要壓著我了 我是小女兒來的 當然很多人會問 被鬼壓著會不會因為太累 錯覺 阿群姐就說 我門口貼了門神 窗都沒有 我試過把窗關了 門窗完全沒事 不過天氣太熱了 當年又不是有錢人 所以沒有冷氣 風扇又吹不到 所以一定是要開窗 開窗之後 又再被鬼壓著我 好了 跟著呢 群姐說起 將這件事告訴媽媽媽 媽媽承認 原來那張床 是一位婆婆 只不過因為年紀老了 婆婆死了 所以她就接了這張床 自己拿了花棋用 事後群姐就不敢再睡了 但是姑娘就不信邪 因為她很健碩 男人老狗怕什麼 那姑娘睡過幾晚之後 都同樣被鬼壓 而且還全身瘀了 所以大家都很怕怕 不久之後就把這張床扔掉 群姐說 可能婆婆不捨得自己的床 所以才會這樣 她很慈祥 群姐表示 有些事 即是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這就是群姐 西哥時候的經歷 希望跟大家分享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撿人家的床回去睡 哈哈哈哈 好了這個下午 我現在已經三點半了 我真的要交稿 給香港元宇宙那邊 好嗎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下午的介紹 偶爾會說說鬼故 突然之間 實驚無神 說鬼故 你們喜歡不喜歡 好了 今天的節目來到這裡了 因為真的很忙 今天晚上八點 我再跟大家分享 最新的娛樂資訊 好嗎 OK 我們先說這麼多 記得幫我留言 好 淋走之前 再送上這個 音響效果 有機會 有機會 下次再跟大家 分享一下